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名字报道的时候这个名字就各种各样啊 我最讨厌的就是管他叫这个准航母 他就是个航空舰干嘛叫准航母啊 对不对 日本说日本管他叫护卫舰啊 有的时候日本管他叫驱逐舰啊 这个 你管他日本怎么样 我到日本去到他那个日本自卫队啊 防卫防卫省啊到防卫省 防卫省他们这个海军出来 海军是一个大佐呀还是啥呀叫什么 他们出来跟我们介绍 介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东西 就讲到日向一事啊 他是护卫舰 我说你那哪是护卫舰 那这航空母舰 护卫舰啊 跟我吵起来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们的是护卫舰 我说你这个 1922年啊 黄盛顿采军协定里头 有一个对航空母舰的定义啊 排水量在一万五千吨以上 有通常夹板 飞行夹板有机库 飞机能够在这个上面起飞和降落 就是航空母舰啊 那个时候定的哪些该采哪些不采 什么叫战略舰 什么叫巡洋舰 什么叫航空母舰 都有严格的定义 1922年啊 日本参加了财军协定了 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啊 五大海军国家进行财军嘛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航空母舰有什么争呢 啊 当然了 航空母舰里头要分 轻型航空母舰 中型航空母舰 中型航空母舰 是不是 那至于这个定义嘛 啊 局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就给你定义好了 对不对 四万吨以下的轻型 啊 四万到六万吨的中型 六万吨以上的 都是中型航空母舰 啊 到现在我看 基本上还没出我这个定义 那就是航空母舰 第四艘航空母舰服役了 就这个啊 当然了 他属于轻型航空母舰 那但是绝不是什么准航空母舰 更不是什么护卫舰啊 不要挂羊头卖狗肉 啊 这个不行 这个航空母舰呢 大家媒体报道另外一个 说他为什么叫加贺号啊 客观来讲 我一再给大家纠正这个东西 就是航空母舰啊 或者是其他的军舰 战略舰 巡洋舰 它的名称啊 啊 都是有有继承的 像美国 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 世界上第一艘核动的航空母舰 今年出级了 退了 要拆了 企业号这个名字 就从海军的 现役舰艇里头 和退役舰艇里头 给咔嚓掉了 没了 没了之后 但是你查 福特级航空母舰的第三艘舰 那又叫企业号 这就说明这个舰啊 这个名称啊 生生不息 啊 这是海军的一个传统 那就是说呢 加贺号 这个名字本身 大家不要太计较这个事情 啊 这个人家日本 他也也有这种传统嘛 这个四艘航空舰 日向一世 出云加贺 呃 这四艘都是日本上千年的 原来一千年之前 有这几个小国啊 朝鲜半岛还有三个国家呢 对不对 高宫立啊 新罗呀 对不对 这个这边也是嘛 啊 这个日向啊 一世啊 出云呢 啊 对不对 这都是古老的日本的 原来是国家的一个小名 就是现在就叫这个这个这个 古古古明 四艘都叫古古明嘛 啊也行 这是一个解释 我的意思呢 就是不要在这个上面 老老做文章 他叫这个名字就是反华 叫这个名字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这个有点太机械了 这是一个方面 他另外一个方面 аться美国主义的 日本日本二战的数据二十九速皇公公建啊 那么多名字你不继承啊 有些个名字还挺好听的 像龙香啊 大鹰啊 随鹰啊 冲鹰啊 这不都很好吗 啊你为什么不叫你发现叫这个 叫这个让人一听跟中国有些关系的 这个不好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讲什么东西 都要客观的 公正的去讲 客观的公正的去讲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不要太机械的说 叫加贺就是反华 你就是军国主义复活 你不要这样 但是可以说 日本这样的话呢 就是小心眼 用这个东西来刺激中国 所以我顺便的 给大家讲讲这个加贺 它原来是一艘什么样的航母 跟中国有些什么关系 大家说 1941年12月7号 356带着赤城加贺 苍龙飞龙 翔赫瑞赫 六艘航空舰去打美国 把美国太平洋舰队 一半一上兵的都给摧毁了 那是 那很牛 那是世界上最牛的航空舰 对海军基地的作战 那是最牛的 但是 这样牛的一次作战 是在和中国交手十年的基础上 锤炼而成的 那么对于和中国交手这十年 那么反法式战争的 这个史书上很少写 很少写 日本为什么这么牛 它的飞运员是怎么训练的 它的战术是怎么配合的 航空母舰是如何不断的改进的 在作战当中 就不知道 而这十年 恰恰是1931年 91810月之后 日本侵华 1937年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 日本使用它的航空母舰 对中国进行作战 作战很多了 就是江赫豪 他主要参加了两次 就是1932年和1937年 两次松空会战 这个松空会战 他从海上嘛 一会儿过来 过来之后 主要就是对 对上海呀 苏州啊 昆山呀 这一块进行打 使用它的 加赫号的舰带机 那个时候日本的飞机 就是加赫号是一艘 凤翔号 龙翔号 最早就这三艘 加赫号是最大的 使用它的舰带机 然后对上海 对苏州 对杭州 进行空袭 空袭 主要是配合日本陆军 进行这个作战 就这么一个一个情况 第二次松空会战的时候 曾经8月15号嘛 加赫号 然后兵分三路 然后对中国的沿海地区 进行空袭 空袭之后就遭到 这个中国空军 21架霍克战机的拦截 拦截以后呢 然后就搞了一次空战 然后这次空战的话呢 这个有 加赫号一共出动了 45架箭战机 结果被击落了10架 其他的剩人的 三分之一都中弹了 第二天8月16号 加赫号又起飞大量的飞机 对苏州啊 上海啊进行空袭 结果又被击落了8架 这时1894年 加赫号海战以后 啊 日本海军 啊 首次遭到中国的正面攻击 啊 损失了这么多 十几架飞机 啊 就前后两天嘛 头一天损失了十架 第二天损失了八架 这个连队长石景毅 抛斧自杀 是个大左 相当于上校军官 啊 这是加赫丢人的事 啊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 我的新书 见机的举作 悄悄话 啊 很多网友说 哎呀 我们都买到了 啊 我们都买到了 这个书 说是新书呢 这个出了有几个月了 四五个月了 去年十一月份 呃 开始出版的 这个 我是第一次 出这种畅销书 呃 从开始写作 一直到出版 全是按畅销书来运作的啊 这个长江文艺出版社呢 这个书他们告诉我上市三三个多礼拜嘛 就卖了十几万册啊 这超过十万册都是非常长销的书了 呃 但是呢 有些朋友说 啊 张老师 我们这个地方偏远买不到啊 这个哪儿的地方能买到 不断的跟我们说 你就到我们这个啊 居作招中微信公众号 下拉菜单里头有个商城啊 军品会商城就可以买啊 我们这还有优惠 这个你是在家等着 就能给你送到家 好吧 订购 进几的居作 悄悄话 谢谢你 大家说家贺 这艘航空母舰 它是水平怎么样啊 在当时啊 这是一艘什么样的 呃 航空母舰 那么当时呢 是 这个家贺是一艘战略舰 战略舰呢 就是这个 呃 以后呢 就赶上1922年限制 海军军备条约 就是所谓的 黄盛顿海军条约 就是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五个国家 在黄盛顿谈判 谈判以后 大家都感觉你说 我们弄这么多钱 都是造军舰 造完军舰 再打仗 呃 护私啊 这个多不好啊 我们应该省下钱来搞民生 但是说 哎 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都裁吧 啊 就裁 这个国家就规定了 我们要裁 单舰 都不能超过多少 总舰 也不能超过多少 大家就各自算账 说你们家有多少在造的呀 啊 你那个现在有多少出战略舰呀 多少 都算 算了算去呢 日本多出了十艘 出力舰 战略舰就多出了十艘了 另外在船台上正在造的 还有六艘战略舰 啊 说这 说这十六艘舰啊 这个战略舰 十八个月 一年半时间 要全拆了 啊 作废了 人是不是说 这个太可惜了 我们这个有些舰 吨位很大 这个性能很好的 拆了不就可惜了吗 就使劲争取 争取的结果呢 是 呃 每个国家允许 有两艘战略舰 可以改装为航空母舰 因为当时航空舰不受重视 啊 不受重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因为大家公行的嘛 你日本有两艘战略舰改装航母 美国也可以改 所以美国就出来这个 萨拉托加和列克星吨 都是战略巡洋舰改的 日本就拿着这个 这个加和这个就 就改了 赤城加和嘛 这两艘都是战略舰改的 啊 就这么一个来头 大家知道 哦 这个 这个原来是 这个 这个吨位这么大 四万多吨啊 就是拿 最早拿战略舰改的 啊 呃 当然了 以后自己日本拿战略舰改也多了 你像大河武藏 大河武藏七万多吨 啊 是战略舰 但是新农好 就是 用战略舰改的航空母舰 就这样 这样一个来源 然后 改装以后呢 就是这个 当时 赤城加和 这两艘舰是非常奇葩 啊 就是 他那个舰岛呢 他原来想的呢 呃 一个在左前 一个在右前 他们要编队的话 相互之间有照应 结果没想到这个飞行员呢 起飞之后呢 就像这个 汽车司机似的 一出了车祸以后 他总是带方向 坐在副驾驶的人 就非常危险 啊 就是说这个 呃 舰岛放在左前呢 这个飞行员就特别爱撞飞机 啊 所以这个以后说不行 这个得改啊 这是错误的 以后就全放在右前 所以到现在这个舰岛 全放在右前 啊 原来呢 这个烟囱 一个大烟囱 在上面冒烟 冒烟以后 飞行员来回降落的时候 他他那个眼 眼睛啊 就是被那个 烟窝啊 就挡着以后 老出事故 说这不行 那个烟囱能不能给他折叠啊 这个起飞的时候 给他给他 给他横在那儿 卧在那个地方啊 这个平常航行 是在给他竖起来 这就形成了 那个烟囱呢 通过铐链 你要知道一个烟囱 好几十吨重啊 通过一个铐链 慢慢慢慢给他竖起来 慢慢给他放倒 就成了放在闲侧 一个横卧式的烟囱 从后卧的前头 你想想那个烟囱里边 里头烧油 锅炉里边出来 以后烟囱特别热 特别热 挨着就是水瓶仓 那水瓶就是天天洗脏的 热的睡不着觉 这个最后说改改改 得改 然后这个就 把那个烟囱呢 以后就给他改在 往海里边吹 啊就这样 所以说赤城加合 做了很多的这种 很好的实验 啊 一开始呢 大家想象的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 想象的东西 和你实际弄出来 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说战略舰它有空间吗 说搞三层飞行加班 啊 这然后呢 这个上边搞一层飞行加班 啊 一百九十米长 中间呢 搞一层小的飞行加班 小的飞机呢 就在中间这一层起飞 然后最下边那个 五十五米长的 啊 这个一个飞行加班 就起大飞机的 直接连到机库 说有紧急起飞的时候 上中下三层 哇 一架都飞起来 这多好啊 出动特别快 最后实际应用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么应用过 最后说 搞三层飞行加班 简直是个笑话 最后改招的时候 全拆完了 拆完了以后 所以形成现在 飞行加班只有一层 所以说呢 加赫号 在历史上 你看他是战略家改装的 出生的时候 就不是什么 正了八正的航空母舰 然后以后呢 又经过大量的试验改装 才有了 这个以后的加赫 但这个加赫呢 是不得好死 啊 这个服役之后 风光了一下 1941年12月7号 空袭珍珠港 啊 这个风光了一下 结果半年之后 到了中途岛 中途岛也叫中途岛 最后的岛啊 终点 那是他的终点 1942年6月4号 美国是斯普洛斯上将 当时他是少将 这一仗是他第一仗 啊 通过在中途岛附近 设立埋伏 然后跟三百五十六 进行对决 三百五十六 把日本海军 所有的航空母舰 所有的舰艇 全掉出来 然后要把美国灭掉 就是一场决战 啊 就是这样的 结果的话呢 这个赤城加赫 苍龙飞龙 四艘航空母舰 就在中途岛附近 结果最后 让这个斯普洛斯 指挥的企业号航空母舰 上的舰载机 啊 五分钟之内 投了四枚炸弹 四枚炸弹 这四枚炸弹 第一枚 四百五十公斤炸弹 命中飞行夹达的右舰 当时呢 正好是一个 加航空燃油的 一辆加油车 正好是在那个地方 给飞机加油呢 砰 就好一枚炸弹下来 一枚炸弹下来以后 把那个加油车给炸了 那个加油车上 正好连着那个油管 给那个飞机加油呢 就开始着火 岛形上城建筑 一架炸毁了 岛形上城建筑上边 都是一些什么人 港田次座舰掌 编队的指挥採末 全死了 当场全死 这个舰就没人指挥了 这个舰在着火 你得要消防 要没人指挥了 接下来第二枚炸弹 落在那个升降机上了 那个电梯啊 一个十几层楼相当于 结果一枚炸弹落在电梯上了 那个电梯还往下走 那等于从这个飞行甲板 摘着这个大弹 炸弹一边炸一边往下走 那就把这个舰中间给炸了 穿到机库里去了 机库里边忙啊 使兵们都忙 就是满油满弹 加满油加满弹的飞机 准备坐着这个升降机 要升到飞行甲板上来起飞作战 结果全给炸了 炸了以后就造成二次爆炸 叮光叮光 一个炸了以后 那几十架飞机啊 一个炸了 另外一个也引爆了 啊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两枚炸弹 就是后边的甲板就开始爆炸 引发了七次大的爆炸 就是这么开始 叮光五六一炸 炸了好几个小时 从下午四点半 炸到晚上七八点钟 最后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最后死了811个人 啊 这个 只有50个人生还 所以中途导致最后 最后一仗 最后一仗 所以我们这个文教部发言人 还挺幽默 啊 比方说 这个日本加克号又服役了 这日本又多了艘航空母舰 啊 中国 对这个航空母舰有什么态度啊 啊 中国说 哎 那原来那艘航空母舰不是成了吗 对不对 那个意思是 这艘航空母舰将来又不干好事的话 也是面临厄迹 啊 关键是日本呢 它不是才有航空母舰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 自行设计建造航空母舰的 啊 风翔号嘛 1922年就开始了 啊 比英国 比美国都早 啊 而且二战的时候 它最最多的时候建造29艘航空母舰 29艘航空母舰曾经一度控制国际日期变革线 一息整个的中西太平洋 跟美国在海上拉开阵势 一直打 从中太平洋 南太平洋 一直打到西太平洋 具有丰富的航空母舰的作战经验 那些个像神户船厂等等 这些个这个川崎啊 这些 具有丰富的航空母舰的设计建造的经验 你你现在回去查 查五年前日本的造舰计划 他就是说 我 加贺号 哪年哪月哪天下水 哪年哪月哪天 试航 哪年哪月哪天服役 他就敢吹这个牛 你到那一天去果然是这样 就像盖房子似的 啊 哪天说哪天盖完 哪天就盖完 所以说这个日本呢 还是不可小觑 啊 所以他现在呢 这个四艘航空母舰服役之后 将来在亚洲 对亚洲的安全 是个非常重大的威胁 另外他还要带着 要到南海去捣乱啊 所以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新书 见机的举作 悄悄话啊 很多网友说 哎呀我们都买到了啊 我们都买到了 这个书 说是新书呢 这个出了有几个月了 四五个月了 去年十一月份 开始出版的 这个 我是第一次 出这种畅销书 从开始写作 一直到出版 全是按畅销书来运作的啊 这个长江文艺出版社呢 这个书他们告诉我 上市三 三个多礼拜嘛 就卖了十几万册啊 这超过十万册 都是非常畅销的书了 但是呢 有些朋友说 啊张老师 我们这个地方偏远 买不到啊 这个哪儿的地方能买到 不断地跟我们说 你就到我们这个 啊 菊座昭中微信公众号 下拉菜单里头有个商城啊 军品会商城 就可以买啊 我们这还有优惠 这个你是在家等着 就能给你送到家 好吧 把订购 进击的举作 悄悄化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召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